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模特斯基本電學 我是陳振旭老師 在這次的單元裡面 我們要來介紹12-3 Part G 的部分 證明三項發電機 Delta 型的連接的情況下 IL 跟 IP 的關係 我們以範例來為各位同學來做說明 如圖一是證明正向序之下 我們的IL 會等於根號三倍的 IP 而且IL 會之後對應的 IP 是 30 度 為了說明方便起見 我們令 Ia 等於 I 角 0 度來做說明 首先我們要先說明一下 IP 的向量圖 在正向序的情況下 我們的向電流的向量圖可以畫成圖二的樣子 我們的 Ia 是 I 角 0 度的情況下 我們的 IV 的向電流會滯後 Ia 120 度 所以我們的 IV 是 I 角度-120 度 我們 IC 的部分是 I 角度 120 度 這個是我們的 IP 向量圖在正向序的情況之下畫出來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題目要我們證明的就是我們的第一個 IL 等於根號三 IP 第二個 IL 會之後對應的 IP 30 度 所以我們只要證明出 我們的大 Ia 等於根號三倍的 I 角度-30 度 以及我們的大 IB 等於根號三倍的 I 角度-150 度 以及我們的大 IC 等於根號三 I 角度-90 度 我們只要把這三個算式證明出來的話 我們的證明體就算證明出來了 首先我們來證明 Ia 等於根號三倍的 I 角度-30 度 好 那我們以圖一來先寫出 Ia 的方程式 那 Ia 是我們的限電流 大 Ia 會等於小 Ia 加上負的小 IC 這個可以利用克希和夫電流定律寫出來的方程式 好 那知道方程式以後呢 我們用剛剛的向量圖來畫出大 Ia 的大小跟相位關係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負的小 IC 畫出來 我們畫出來的話可以得到 I 角度-60 度 好 那我們的限電流大 Ia 會等於小 Ia 加上負的小 IC 我們就可以畫出根號三倍的 I 角度-30 度 好 那同樣的道理我們來證明 Ia 等於根號三倍的 I 角度-150 度 我們一樣用圖一來為各位同學說明 那紫色的部分是我們的限電流 Ia 的部分 紅色閃爍的部分是我們的向電流的部分 各位同學可以觀察出來 如果我們依照克希和夫電流定律 我們可以寫出大 IB 等於小 IB 加上負的小 Ia 好 那知道方程式以後呢 我們一樣用向量圖來輔助畫出大 IB 的大小跟相位的關係 首先呢 我們會先把負的小 Ia 把它畫出來 負的小 Ia 是 I 角度-180 度 那我們的大 IB 就會落在根號三倍的 I 角度-150 度的地方 這個就可以把正明 II 證明出來 好 最後我們來證明三 大 IC 為什麼等於根號三倍的 I 角度-90 度 一樣的道理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紫色框框的部分 跟粉紅色框框的部分 我們依照克希和夫電流定律呢 我們可以寫出大 IC 等於小 IC 加上負的小 IB 好 那各位同學呢 我們知道方程式以後呢 我們用圖3C 來為各位同學說明一下 大 IC 是怎麼畫出來的 首先呢 我們依照方程式呢 我們先把負的小 IB 先把它畫出來 負的小 IB 畫出來是 I 角度-60 度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大 IC 會等於根號三倍的 I 角度-90 度 好 那我們把剛剛的正明 II 正明 II 跟正明 III 的圖呢 把它整合起來整合成圖式 我們就可以畫出正向序 Delta 型連接的時候 IL 跟 IP 的相量圖 那虛線的部分一樣是我們的輔助線的部分 實線的部分是我們的線電流跟向電流的部分 那其中呢 我們的小寫的 Ia 小寫的 Ib 小寫的 IC 呢 那我們就可以畫出它的線電流 大 Ia 大 Ib 跟大 IC 分別都是根號三倍的 I 那角度分別是-30 度 -150 度 跟正的 90 度 各位同學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的線電流是向電流的根號三倍 而且滯後對應的向電流 30 度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得正正向序之下呢 我們的 IL 是根號三倍的 IP 而且我們的 IL 會滯後對應的 IP 是 30 度 好 那我們把重點歸納一下 Delta 型連接的三項發電機 我們可以整理成下面的表格 首先我們的正向序呢 我們的 VL 會等於 VP 我們的 IL 會等於根號三倍的 IP 可是我們的 IL 會滯後對應的 IP 30 度 好 那逆向序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 VL 一樣是等於 VP 我們的 IL 會等於根號三倍的 IP 它跟正向序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綠色字的地方 這個時候我們的 IL 會超前對應的 IP 是 30 度 那一樣的我們的 Homework 的部分呢 就是希望各位同學可以比照老師剛剛的方式 自己動手把它畫一下他們的相位關係 相信逆向序的關係就可以找得出來 這個證明同學可以自己把它做做看 好 那在課程結束之前呢 老師要提醒各位同學 三項發電機呢 不管是 Y 連接或三角形的連接 它畫出來的樣子呢 都是老師剛剛在圖上面畫出來的結構圖 那真正不一樣的地方 只有相序的地方不一樣 各位同學要注意一下 好 那這次的課程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